高光打算睡了,但是约翰却敲开了他的房门。 自从空中侦察回来之后,气氛就有些凝重,但是高光没有想到约翰会拿着两把刀来找他。 现在的高光看到刀子就有点儿紧张,因为约翰这些天没少缠着教他练刀,但是看到约翰拿的是两把真刀,高光反而放下心来了,因为约翰再怎么愣,也不可能这时候拿着真刀过招吧。 新买的吗?雨林是需要用刀。 高光伸手,而约翰也确实往他手上放了一把刀,但是约翰没有就此离开,却是直接挤进了房间,还反手关上了房门。 还有什么事吗?约翰的脸色有些凝重,他点了点头,道,是的,我再来和你练习一下。 高光看了看手里的刀,一脸愕然的道,现在。 用真刀。约翰忽然暴怒,力声道,真刀怎么了,不是还有翘吗,你怕什么,难道我会杀了你吗? 一脸嫌弃地摆了白手,约翰左手在前,右手反握带翘短刀,极是严肃地道,你记住了,橡皮的格斗技是陆军的,他喜欢反握,刀刃向外,这样的握刀方式。 等一下,高光很严肃地打断了约翰的话,然后他一脸茫然地道,你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说这些,我知道你要捍卫功夫的尊严,但是。 没必要这个时候吧?约翰一脸烦躁地道,你懂什么? 闭嘴听我说,橡皮的格斗技和习惯都是抓住每一个机会,尽可能地给敌人制造更多的伤口,当你用刀指刺。 你用刀刺我,慢一点。 约好了要和橡皮用短刀格斗的方式比一场,但是自从确定了要来寻宝之后,其实橡皮和约翰都没了什么时间,也没有什么心情再来旅行这场约斗了。 所以约翰也就是抓紧时间教了教高光怎么用短刀格斗,完全不同于高光熟悉的单刀长枪的套路,约翰所教的短刀术,每一下都是朝着致命的部位招呼,这和高光之前所学的体系是完全的两码式。 高光好歹也算练了半辈子的武术了,即便是套路,但也反应敏捷,出招迅速,而且关键是动作准确,所以他把约翰传授的简单招数早已练熟了。 但是用于实战的格斗术和套路最大的区别,就是格斗术一个人是练不出来的,必须有陪练,或者说是两个人互为对手这么练才有效果,如果只是一个人练,最终又成了另一种套路了而已。 如果按照正常的流程,约翰肯定要和高光对练的,但那应该是寻宝结束以后,现在约翰就要模拟橡皮惯用的方式和高光对练,在这个关头,就显得很是有些莫名其妙了。 但高光还是握着刀柄,把带着翘的短刀朝着约翰慢慢地刺了过去。 约翰右手带着刀下压,刀伸在高光的小臂上狠狠地割了下去,然后他沉生道,橡皮的动作很快,反应也很快,如果你直刺小腹,他一刀就能割断你肌腱和血管,即使你的胳膊没断,也无力再握刀了,然后,他一定会用左臂格挡。 伸出左臂,在高光面前做了个格挡,然后顺势直击面门的动作后,约翰的手在高光的眼前反复虚打了几下,道,他会攻击你的面部,这个时候,他的右手会举刀,割断你的颈动脉,切断你的喉管,让你无法发声,无力挣扎,十秒之内失去意识,一分钟内彻底死亡。 刀鞘是工程塑料的,很厚,画在脖子上也不会疼,但是高光的脖子上瞬间布满了鸡皮疙瘩。 把刀收了回来,约翰一脸严肃的道,橡皮是陆军退役的,他的部队面临的对手,大部分时候是同样身穿防弹衣的敌人,所以他的格斗术里很少有直刺躯位置的招数,更多是割划动作,看似放弃了匕首和短刀威力最大的直刺攻击方式。 但同样能让你在短时间内失去行动能力,并且致命。 那我要是这样呢? 高光将刀鞘缓缓地刺向了约翰的脖子,约翰伸出左手挡了一下,虽然左臂有可能会被刀锋划伤,但约翰却是微微下腰,在高光的大腿内侧划了一刀,然后挥刀自下向上,又划过了高光来不及收回的右臂内侧,然后狠狠地,将刀尖对准了高光的眼睛。 先割断你的腿部大动脉,造成快速失血,再割断你的手臂大动脉,使情况刺穿你的眼眶直达大脑,或者割断你的颈动脉,当它连续出到第二刀的时候,你就失去了行动能力,但它出到第三刀的时候,你已经死了。 高光轻虚了口气,点了点头,道,我明白了,连续而快速地制造伤害,虽然没有瞬间致命的招数,但是同样致命。 约翰点了点头,低声道,遇到反手握刀的人,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。 高光继续道,我们是正手握刀,你教我刺激一定要快,一定要准,一定要狠,快准狠,这也是功夫里追求的境界,但是这样的格斗方式,一定能打过橡皮吗? 约翰轻轻地虚了口气,道,格斗技没有好坏之分,就看谁练得好,谁的速度更快,力量更大,橡皮的格斗数有优势,但也有缺陷,那就是它的格斗数面对拿着枪穿着防弹衣的人更有效,我教你的短刀格斗数,适用的范围更大,面对什么样的对手都行,但是有一样,我们的短刀格斗数就是要比对手快,比对手准。 在对手割断你的血管和击剑之前,一刀刺穿他的脖子,那自然什么事都没有了。高光笑了起来,道,对橡皮来说,针对性极强。针对他就行了,这家伙始终对功夫缺乏尊重,至于别的对手。 你得明白,能用手枪解决就不要用刀,能用步枪解决就不要用手枪,能用炮解决就不要用枪,你懂的? 这个我懂,真的懂。约翰一脸烦躁的摆了摆手,道,但是橡皮必须用刀解决,用练习刀也行,来吧,继续,现在你随便怎么刺我都行,速度稍微快些。 高光没有用刀去刺约翰,他一脸严肃的道,你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跟我说这些?约翰,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预感?约翰突然烦躁,道,什么不好的预感,你在胡说些什么? 自从我们回来之后,不,自从你说看到了有人之后,我就觉得你不太对戒,约翰,你怎么了? 只是看到了一个人影而已,就算你没有看错,就算你真的看到了有人,又怎么了? 约翰愣了一会儿,然后他再次挥着手道,什么不祥的预感,你根本就什么都不懂,我只是 我只是,闭嘴,用刀刺我。高光很严肃的道,不知道你怎么想的,但是现在说说我怎么想的,约翰,就算哪里真的有人,也无所谓的,我们 你懂个屁,约翰急了,他满是不懈的看着高光道,你没进过雨林,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我们去的地方离最近的城镇也有几十公里,那里是沼泽,根本不适合人类生存,所以不会有人在哪里打鱼,不会有人去哪里伐木,就连毒贩都不回去那里种植骨科 所以在哪里见到人就意味着危险,极度的危险 高光叹了口气,道,我当然知道哪里有人就意味着危险,可是危险又怎么了 约翰,我们可以放弃,我们大不了回去啊 放弃,呵呵,放弃 约翰的开始变得猙獰了,他低声道,怎么可能放弃 我们只有这一个机会能发财,只有这一个机会,怎么可能放弃 不管是雇佣宾还是PMC,都很赚钱啊 赚个屁 约翰恶狠狠地打断了高光的话,他即是不屑地道,你那里来的错觉认为雇佣宾会赚钱 认为PMC会赚钱 赚钱的只有老板,这世界从来都是越有钱的越赚钱 我们这些没有文化,没有脑子,只会打仗的人就是炮灰,就是消耗品 打一辈子仗也不可能发财,能得到的,只是卖命应得的价钱 我没怎么上过学都懂,你不懂吗? 恶狠狠地说完后,约翰用刀尖戳着高光的胸口,低声道,菜鸟 你要记住,命不值钱 你去麦当劳收银一个月至少还能赚两千美元,但你带着枪去巡逻,也就只能赚四千 这就是你卖命的价值 高光沉默不语,约翰把刀鞘移到了他的脑袋上,用力地敲了两下,把高光打得很疼 你是个聪明人,以后能用脑子就别卖命 说完了,约翰的一股气好像也泄了,他长长地呼了口气,突然一个转身,道,不跟你说了,睡觉吧,以后学机灵点 约翰把手搭在门把手上了,但高光却是低声道,等等,别急着走 高光上前一步,低声道,约翰,如果我们真的找到了宝藏,你们会杀了我吗? 约翰愣了一会儿,他放开了门把手,回头看着高光,一脸愕然地道,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? 正常人,稍微有点脑子的人,稍微对人性有所了解的人,都会有这个顾虑吧,你们四个人,而我只是一个菜鸟,杀了我每人至少多拿上千万美元,你不做吗? 约翰愣了一会儿,道,船长这个人很讲规矩的,所以我们才会跟他合伙干这件事,虽然他没什么能力,人也很笨,但他确实不是那种对战友和合作伙伴下手的人,如果不是这样,我们才不会和他这个笨蛋来冒险 高光愣了一会儿,道,船长很笨,还没能力 这个,错了吧